中聯辦副主任張榮順一行於20天先後到訪鏡湖慈善會及同線堂 就疫情防控工作、澳門社會發展等進行交流 張榮順感謝鏡湖慈善會過去一年在抗疫和恢復澳門經濟的過程當中作出巨大貢獻 他有建議鏡湖醫院應該拓展內地醫療市場 我說這個鏡湖在整個中國大地上現在是澳門的鏡湖 能不能成為中國的鏡湖 這麼大的一個國家、14億年的國家這個醫療服務 應該說這個,我們講市場,這個醫療服務市場是巨大的 長榮順之後到訪銅仙堂 聽取銅仙堂籍理會主席崔世平會報過去一年工作 張榮順之後到訪銅仙堂 聽取銅仙堂籍理會主席崔世平會報過去一年工作 他又讚揚銅仙堂為抗疫付出 將市民生命安全放在最高位置 聽取銅仙堂籍理會év三年工作 聽取銅仙堂落稙! 聽取銅仙堂籍理會報告 聽取銅仙堂 каз本 透明師川 中國曾經